被發現帶刀在身上 眼前這一名黑衣男 不僅不願意配合 甚至還骯髒推打圓警 出手排掉蜜露器 當場被團團警力壓制在地 腰間夾著東西 警方第一時間 以為還有一把皮帶刀 仔細看才發現 原來是兩包毒品 地點就在台北市 林森北路的巷子裡 當時這名23歲的徐姓男子 來找朋友吃宵夜 行蹟可疑被盤查 好不容易總算壓制他的行動 但轉頭一看 朋友怎麼不見了 當時警方就在這地方 盤查系列刀寫的徐姓男子 而他的朋友是已經被盤查完了 而且都沒有查出異狀 但是當下他竟然是嚇得落跑 把徐姓男子一個人留在這 一開始兩名員警深夜巡邏 發現徐姓男子戴刀 對方又不肯配合 極力反抗 兩個人一起控制他的行動 23歲的陳姓男子 卻趁襲落跑 最後通知他到案 黑衣男身上被搜出兩包毒品 檢測發現K他命和安非他命 呈現陽性反應 被依妨害公物和毒品醉嫌送辦 無故攜帶刀屑 也被依受違法裁罰 徐姓男子公稱 為了防身每天都把折疊刀帶在身上 這位囂張襲警又戴刀 被他毀損的滅錄器 原價將近4000元 後續恐怕還得負擔起維修費用 TVBS新聞環境國成功 已經在滿台報道